害而留臣 你死不想 依臣之剑不如降位 贪生怕死的妇孺 也敢妄议设计大事 蜀汉灭亡时有多惨烈 一口气看完蜀汉42年历史 公元220年 曹丕破使汉县帝扇位 篡汉建位 汉县帝被降封为山阳宫 史称曹丕汉 当时盛传汉县帝被杀 于是刘备便以汉室宗亲的身份 即皇帝位建立汉 史称蜀汉 公元221年 英关与拜总脉城 被潘彰部将马中 擒获并杀死 刘备亲率75万大军 攻伐东吴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 深入无境 同年7月 孙权求和不成后 一面向曹魏称臣 一面任命陆迅为总指挥 率军应战 两军爆发东汉末年 三大战役之一的宜陵之战 最终陆迅火烧连影大败刘备 蜀军将领张南 冯席及土著部族首领 沙摩科等人阵亡 杜禄 刘宁等卸甲投降 蜀军溃不成军 被灭了上万兵马 大部分都伤亡逃窜 军用物资损失殆尽 刘备趁着夜色突围而出 蜀军将领富荣率领部众 为刘备断后 富荣宁死不降 最终战死 镇北将军皇权 始于投降东吴 于是便投靠了曹魏 马良也被吴将布置劫机而死 公元223年 刘备趙诸葛亮交代后世 而后病死 誓好昭烈帝 妙号列祖 其子刘善继位 根据刘备遗诏 由丞相诸葛亮辅证 同年 熟汉国内叛乱四起 先有脏科郡太守朱包 占据本郡反叛 后有遗亡高定 起兵作乱 诸葛亮为稳定形势 太上书郎邓之初始无国 与孙权修好 另一方面安抚百姓 制定礼仪 官职 法律等 将蜀汉上下治理的 井井有条 国强民富 公元225年 诸葛亮亲率大军 平定南中叛乱 被用了孟霍等一些南蛮将领 蜀汉的实际控制领土 也得以扩张 公元226年 魏文帝曹丕病足 诸葛亮决定乘积北伐 自此开始 诸葛亮先后发动了 五次伐位战争 公元227年 诸葛亮在出发前 给后主刘善写了一封 感动了后世1700多年的初始表 在这份表中 诸葛亮言辞恳切地 阐述了北伐的必要性 以及对后主刘善 治国寄予的期望 随后 诸葛亮便率领大军 开往汉中 结果 马肃被围困 接听失守 诸葛亮北境根据地丢失 同时赵云 邓之也败于击鼓 第一次北伐 遂以失败告终 同年12月 诸葛亮趁曹魏败于孙武 再次出兵伐位 诸葛亮率军直屈陈仓 结果围攻二十多天 也没能拿下 魏将张和又率军援救 诸葛亮再次退兵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 也以失败告终 公元229年 诸葛亮派遣将军陈氏 进攻曹魏武都 殷平二郡 发动第三次北伐 魏将郭怀畏惧诸葛亮 再加上兵力不足 直接就退走了 让陈氏白减了两郡 这是诸葛亮北伐以来 第一次的大胜利 公元231年 诸葛亮率大军在出奇山 向曹魏发动第四次进攻 此次 诸葛亮为了解决粮草问题 发明了牧牛来运输粮草 并安排李延负责运输 司马懿见诸葛亮率军而来 不肯出战 卫军重将 恨不得将司马懿推出去应战 在众人逼迫下 司马懿硬着头皮答应了出战 结果 魏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差点全军覆没 司马懿跑得最快 此时 梁草又出了问题 李延说 道路被雨水冲坏 梁草运不过来 诸葛亮被迫撤军 同时 魏军张和领兵 追击蜀军 追至木门 重箭身亡 等诸葛亮回去后发现 李延自作主张召回诸葛亮 且梁草运输没有问题 于是诸葛亮将其贬为平民 袭往边地 公元234年 诸葛亮率大军 退于渭水南岸的吴藏元 这是他第五次北伐 结果司马懿始终足够出户 不肯应战 同年八月 操劳过重的诸葛亮 在军中发病 不久便去世了 享年54岁 杨仪等人遵照诸葛亮的遗嘱 密不发丧 缓缓将蜀军安全退回汉中后 才宣布这个消息 听闻诸葛亮病逝 蜀国上下举国悲痛 后主刘善追视诸葛亮 为中武侯 百姓们自发为他代孝 并且向朝廷请命 为诸葛亮立庙 刘善依诸葛亮之愿 让蒋婉为大将军辅政 姜维被任命为右监军 普汉将军 封平香侯 蒋婉 执政十二年 将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 还派遣江维 率领偏师西进 寻找北伐战机 公元246年 蒋婉病逝 临死前上述刘善 用江维为梁州刺史 刘善任命费一 为大将军辅政 同年 江维率军进攻陆西 击败魏将郭怀 夏侯霸等 公元250年 江维再次率军攻打西平 俘虏魏将郭巡 公元253年 魏国的俘虏郭巡 刺杀费一 费一死后 刘善命为将军江维 总督内外军事 此后 江维对位 进行了11次北伐 其结果大胜两次 小胜三次 相聚不克四次 大败一次 小败一次 总体上胜多败少 蜀汉国力大不如前 蜀汉后期 皇冠皇后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 老臣张义都开始反对 江维北伐 江维感到压力巨大 不赶回成都 就在踏中屯田 储备军资 继续打算北伐 公元263年 江维得到中会 至兵关中的消息 上表刘善调遣张义 廖化驻守闲道 宦官皇后听信鬼神之说 告诉刘善敌人不会来 蜀汉大臣也不知道此事 直到魏军五路伐蜀 攻入汉中 刘善才派张义 廖化等人前去救援 但为时已晚 江维将中会大军 阻挡在剑阁 却没想到邓爱从井古道偷渡 攻打免竹 诸葛湛战战死 后主刘善出降 蜀国灭亡 刘善投降后 施令江维投降 江维率军向中会投降 江维投降中会后 知道中会有谋反之心 试图借中会之首 误国 但是计划泄露 江维 邓爱 中会全部被杀 蜀国灭亡时 有多惨烈 江维被灭门 旁得之子旁会 魏报父亲被关于水淹 欺君之仇 斩杀官与孙子官仪 及其全家 刘善之子刘臣 先杀了自己的妻子 后自杀而死 最惨的是老百姓 蜀王后 爆发成都大屠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